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各位贵宾大家好 其实接下这个第一场的任务 其实还蛮诚狂诚恐的 大家可以听到我现在的语气 其实是有点在把握 因为毕竟对我来说 上台上课并不是第一次 可是准备钢软这个程度 还真的是第一次 以往就像刚刚博士所讲的 我就是跳进前坑的其中一个 加副标题 那副标题呢第一个就是身为钢弹粉丝的 这样的一个分享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当模型在叠价的时候 你要不要趁机会多捞一些进来这样子 那第二个是说 南宫给我在前两天的时候 又多放上去的一个东西 那我就好 那就放上来 那奸谈如何抬头挺胸买钢弹 说钢弹玩钢弹论钢弹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来试试看 接下来到了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个 有一家书局叫做大山书局 大山书局 大山书局 好像他后来转型卖H方面的东西 但是当时呢 他翻译了非常多的图件 比方说钢弹的图件 或是什么机器人的图件 翻译的非常非常多 那我就在差不多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 就接触到这个东西 一本八十块 当时的定奖 那其实设定的 翻译的还不错 只是说因为当时的法令 他必须要做一些修改 就是翻译的是刘万来先生 那他把钢弹这三个字翻译成干达木 其实是更接近原来的 原来钢弹的那个声音的 日文的发音的 那里面有一些东西 他一定因为政府的关系 所以他一定要做修改 因为不能出现日本人的名字 所以大和元邦男就变成王邦男 对 就类似像这样子的 怪异勤博士 对 然后怪异勤博士也都大概是那个时期 那这本呢 就是《机动战士》 《钢达姆大白科》 这一本呢 非常仔细的 把我当初一年级看不懂的相逢宇宙篇呢 他是没有讲 他是没有翻译电影版的部分 但是他里面 从第一集到第43集 每一集的故事剧情全部写出来 那中文的啊 所以呢 看完这一本以后 其实就知道说他大概在讲什么 那这个时候已经有录影带输入店了 我就特地在跑去录影带输入店里面 再把项目的周片再租回来看 我就发现比以前看过更精彩 S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刚刚讲过 到了大四的时候呢 算一算自己手边的ACG资产 已经累积突破100万了 但是以钢弹模型为大宗 但是组装率只有5% 那所谓的钢弹 那所谓的钢弹 接下来就进入正题 所谓的钢弹 唉 有没有在座的伙伴 在玩那个 在组装模型的时候 然后你的爸妈跟你讲说 欸你这么大人 你还在玩无敌铁银钢 有没有 有 有喔 好对 有机器人嘛 机器人算是比较中性的词汇 那无敌铁银钢呢 可能表示他们有看过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 第二个部分呢 会讲到就是说 女性同胞眼里的钢弹 基本上就醒醒把阿宅 然後呢 再来 老婆眼里的钢弹 长得不是都是一样吗 好 好 长得都是一样 那 再接下来 媒体里面的钢弹 就像刚刚博士介绍过的 某一个玻璃破了 然后被钢弹所伤 那我们眼里面的钢弹呢 今天会来呢 基本上 应该可能有这个概念 非常的 像神一样的一个崇敬 那在班达眼里面的钢弹呢 就是钞票 五月的奖弹喔 五月的奖弹就最后一张了 对所以呢 这个奖这样的一张呢 在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呢 博士定出来这四个题目的时候 我发现 哇 这一张全部包在里面 然后我还很不知好歹的呢 就跟博士讲说 可不可以从这一张开始 所以就自食而过 那我们刚刚讲过了 钢弹 钢弹对你来说 可能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那第一次接触钢弹的印象 可能不一样 那如何看待钢弹 这个部分呢 因为各自表述 其实我们会讲不完 所以呢我们就先看一下 在一个正式词面上的一个定义 大家看到这这样子的一个格式 就知道这个是维基百科贴出的 但是我觉得目前的维基百科 其实编的还算不错 所以呢我就直接运用 那日语还有钢弹 那英语的话是钢弹 那意大利文呢 他们在唱那个钢弹的主义学的时候 他们是念Gunda 对 我今天可能没有把MP3代 不然其实他们 那个钢弹W的主义曲 意大利文的版本 其实还蛮好听 你就 大家各 也是其实有点类似各自表述啦 不过大部分的人都用是第二种的一个定义 那底下的这个 为什么一支枪放在水坝上 对 因为 钢弹 前面这个钢呢 钢呢就是 激温嘛 就是枪嘛 那后面这个弹呢 就是指那个水坝的坝 所以枪霸就是枪放在水坝上 然后花的钱就越来越多 这样子 本来可能是一个马克杯呢 在路边 或者是那个什么 漫画便利物 大概300块可以买到一个 上面就是印一个钢弹的图案在上面 久了以后你会开始发现 这个太low了 我要这一种的才行 对 然后呢 开始 坑就越跳越大 那 搞不好哪一天突然觉得这样 衣服只有这样也不够 所以我可能要开始别徽章这样子 直接要别徽章这样子 所以钢弹是生过 好 那讲到说 我父母眼中的钢弹 因为在钢弹诞生前的一个世界 其实在日本来说 不管在日本或台湾 其实它都是一个超级机器人环似的一个世界 在台湾来讲的话 以在日本来说的话 他当时跟他同一个时间播放的 有像比方说在台湾播放过的巨兽网 好 在 也许大家可以再更仔细的去翻一下的话 好 好 在这本超级机器人搭建里面呢 最后面 他又把所有的年代都列出来 那你就可以对照 一部钢弹 他跟他同时上映的时候呢 是属于哪一部作品 有哪些作品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其实初代钢弹 他之所以能够 带领着后续的这些作品 能够在第一部的时候 一炮而红 那他的有他的一个时代背景在 那因为他本身做了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设定 以前呢 都是一个非常热血的英雄 然后呢 他出来打击恶魔这样子 然后到了遇到了问题的时候 遇到危机的时候呢 然后就power up 就是叫他的机器人出来 有没有 然后接下来就很顺利的能够把这个坏蛋给解决掉 以前走的都是这一套 那但是呢 到了 那这时候 其实你很多人都会去想说 看过李田亮都会想说 那坏人为什么那么笨 为什么不会一次动用个十台二十台一起上 李田亮就挂了 对不对 所以后来稍微补完了一下 但是可见那个数量还是不够 因为没有 他们没有被 如果中了一弹我也就挂了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超级器跟真实器的一个区别 那在1970 80年代的台湾机器人动画环境 当时呢 我们还在播日本已经下映很久的 像比方说无敌田一样这些动画 所以 生殖在爸妈这一代的眼中 我们那时候还是小朋友 那我们看的时候呢 也许我们可以去区别他的不一样 但是呢 父母眼中呢 他就认为说 这些都是无敌田金刚 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也许 到了下一代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搞清楚的时候 那下一代不管在玩什么 你都在玩钢弹 就是BB枪射出来的那个子弹 那个连形的子弹 他如果是钢材的话 那就叫做钢弹 那到底这两个词 哪一个比较早未无从考证起 但不管 反正我们分得出来就好 那像比方说最近 从最近的一些新闻来看 其实媒体他们已经有所区别 他们已经把所谓的无敌田一样 这个代称已经变成钢弹了 比方说有钢弹塗装啊 然后国中生获得世界金牌 或是自拍钢弹影片 模型变武打英雄 这些其实大家如果在关心钢弹的新闻的话 或是说其实你把这些 关键字你上网去搜寻一下 都找得到这些 那骑钢弹造型 机身环导 钢弹迷原梦 或是说前一阵子很有名的动漫迷夫妻 他们拍钢弹婚纱 就是做纸模型 然后传在自己身上这样子 然后呢 一层高的钢弹超人先生 是废铁做的 他用那个废铁去把它搭建出来 大概一台一台 大概差不多两三公尺高的一个机器人 可是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呢 我们不要以为媒体 他把无地铁银钢变成钢弹 就表示他真的懂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你可以常常听到的是 他们用的词汇是钢弹超人 所以呢 你就知道说他们能够理解的 基本上还是把 不管这些机器人啊 或是这些超人 等等都是当作同一个东西来看 各代钢弹造型 故意去抓这张Q版的图片 这是大概前年的一套合完 前年的一套合完 那 大家分得出来哪一台是哪一台 如果我底下这些把名字全部遮起来的话 可能有些已经摄入蛮深的 也跳坑跳过了 可能分得出来 但有可能大部分的人的 马瓜等级的可能就没办法 那我们要讲说 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东西 对于那些不知道的人 你是说就一个特征的类似 还是说你认为他们是不知内容意涵的一个误解 其实这个东西 你要去讲说它长得都一样 或是长得都不一样 那 so what 对不对 你认为说它长得都不一样 你可以解释出一番所以然 但是对于 对于这个之所以能够分析 它之所以不一样的这个点 对于一般不懂的人 其实它存在意义又在哪里 所以其实我觉得去分辨 并不是一个最大的重点 并不是一个最大的重点 他们当初钢弹模型这个东西呢 它出品的时候 不管每出一款 都几乎都引发了排队的热潮 那重点是他们的小朋友 居然会以买到敌方角色为荣 这个是我一直到现在 收集钢弗拉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很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 但是呢 这时候呢就有一些 做那个军事模型的一些玩家 他们比较整一点 他们就撇除了说 那个钢弹模型这种机器的模型 是不入流的 他们撇除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他们呢 就把钢弹模型的东西 用一个很真实的方式 把它制作出来 比方说呢 它搭配一个场景 那一个废弃的建筑 那钢弹可能有受到战争的损伤 那呈现出那样的一个效果 那或者是说原来钢弹呢 你看它这个涂色 身体本身基本上是以白色为基调 然后呢 在正胸前呢是蓝色 然后腰是红色 然后脚又是红色 那基本上如果给不懂钢弹的 或是说有一点常识 军事常识的人看到 这个叫做什么 标靶 这个叫做标靶 所以呢就是出去让人家轰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设定上面的一个 比较不合理的部分 那这一群军事模型呢 军事模型迷呢 他们在做钢弹的时候呢 他们就把它颜色 就把它换掉 比方说你今天你是在一个丛林里面作战 那你身体的涂色可能就会比较偏向绿泥彩 那你如果今天是在沙漠里面作战 那你整台钢弹的一个配色 应该是那种土黄色的那个样子 那这时候有另外一部漫画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慢慢跳脱 钢弹只有动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有一部漫画叫做模型狂寺 那模型狂寺狼呢 这时候开始连载 那这是一部怎样的漫画呢 他的漫画剧情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有一个胖胖的老板 他是开模型店的 那他的模型店很特别 楼下是卖模型 那楼上呢 他有一些超级电脑 那这些超级电脑呢 你只要把模型放进去 然后他把它扫描过一遍 然后你人戴上了专用的头盔以后 你就可以进入那个模拟世界里面 开始进行那个模型的对战 那模型对战呢 这个模型呢 你的模型的强度呢 取决于你制作这一台模型的技术的好坏 改造的标准 这样有听出重点是什么了吗 好 基本上呢 这几个东西呢 好 是我曾经在那个 那个 雅虎知识家上面回答过的 好 所以呢 因为曾经回答过这些问题 所以我才发现说 我原来可能可以解释一下这一张题 然后呢 我在回答里面呢 基本上呢 我会去提到说 因为你要讲说 要对一个不懂钢弹的另外一半 你要 或是你喜欢的人去解释说 这个东西有多么高深 或是多么值得收藏 或是怎样 其实那个东西是不 这个动作其实是不确实的 是真的不确实的 除非你有办法把它拉进这个世界里面来 陪你一起烧钱 好不容易接入我了 正题 好 好 这句话是什么 是立刚干的名言 你将看到时代的眼泪 就像刚刚讲的 我们如果150分钟讲似乎部作品 一部作品只有10分钟 那我们现在只有一个钟头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到太细节的东西 甚至连剧情介绍都没有办法 但是希望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说 诶 这几部作品 它有这些作品 然后可能稍微告诉大家一些 这部作品它背后的一些东西 那讲完之后呢 有兴趣的人 你就应该去 直接去找这个影片来看 自己跳是不是 对自己跳 看你喜欢哪一部 跳哪一部这样 唉 涌出眼空的乐 今天也化我的心神 我的注解是 鋼弹的星座又被弄成这样子 这是鋼弹第几次被叹我们期待的呢 我们最近看过多少次 时代的眼泪 第二句 静音的守望传承给下个世代 轻轻拥抱宇宙 也许我不是编剧组 也没有人设激设的能耐 可是随着时间过去 年龄的成长 鋼弹剧组竟然忽视多年 支持我们开发子宫像的作品去了 这不是应该靠我们老鋼弹名传承的吗 可是即便是分析的 骂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接下来 在永无终结的苦难深处 激动的脆弱冤枉 可是以往那些当下不承认的作品 最后我们还是选择接受的啊 很承认的啊 就算这样 我们还是对于下一部 鋼弹作品充满期待不是吗 然后呢 将弊形之路指示引导 不但承认了 而且还讨论了 研究了 够完你们出版的周边唱品了 完全按照你们想要的模式 把钱贡献出去 接下来 副歌的部分 在你之中的英雄 鋼弹是心中的英雄 姑且不论鋼弹学院成立与否 日本热衷研究机器人的走向 更别谈多少人 因为鋼弹而选择所念的科系 花光的零用钱 将唤醒未来的你 就是希望能够在鋼弹的名下 尽一番心力啊 破灭重生 即使这部鋼弹作品无法满足我们 也会期待下次会更好 重生轮回 即使你们总是安排鋼弹被偷 殖民地 地球圈永远对立 我们都照单全收 进化重复 其实即使你们的玩具模型不断出版 设计上也许只是稍微改版 我们也照单全收 改变无需恐惧 鋼弹的各部作品我都承认了周边也买 那我还怕什么 就算是去光明 思念的江林街 直到雨色笑容重逢之日 我的岁月和荷包都只剩下鋼弹 我已经被认为是阿宅了 所以我们来开讲座吧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系列讲座里面 觉得很爽就好了 这是刚刚的编曲我们就跳过去 有兴趣的在看 刚带回来就交给兄弟 对不起 太后面了 太后鲜antly策定了 太后鲜话了吧 别买给新的 celebr 咱们都成为你 MARQUER 太后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